像我们把FreeMarker的使用方法简单说了一下 要注意一个问题 我们如果用FreeMarker的时候 跟JSP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不要再往JSP上去想了 这时候我们是FreeMarker 它就直接可以生成静态网页 跟JSP没有任何关系 明白 这是其中一个问题 注意这点就行了 那么这里边 FreeMarker的使用方法 就是这么几步 就是这么用 就比较简单 那么实际上我们要研究的 其实就是模板应该怎么写 主要是 先看这个FreeMarker的模板的写法 Marker模板的写法 FreeMarker模板的写法 这个模板 我们看一下 最简单的模板要取数据 是不是就是使用一二百大师 取一个数据 就是使用一二表达式 使用一二表达式 你就跟那个一样是吧 直接取数据就行了 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在我们例子里面 是不是直接这么取了一个 直接这么取了一下 一二表达式 这个很简单 这个很简单 那么还有一个 这是要取基本数据 那么这个基本数据 是需要放到这个root中的 是吧 作为这个map的中 其中一个属性 你放进去 当然你这写一个pogo 你是不是这也 也可以这么直接取 pogo的属性 是没问题的 是吧 那么好了 这是最简单的数据类型 取简单数据类型 类型 有了简单数据类型 是不是就有包装数据类型 是吧 来包装数据类型 看一下怎么取 这包装数据类型 就可以是 也就相当于是 我们在root中 添加上一个对象 取对象的属性 是不是 或者是什么呢 我们在root中 再包装一个map map中再套一个map 行不行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是吧 不管是pogo还是map 那么我们再写一个pogo吧 嗯 这样 我们怎么搞一样呢 呃 你先写吧 先把模板写好吧 木板 我们这木板 我们再写一个是吧 saken的 新建一个文件 saken的.ftl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都写写全是吧 html 干啥html 干啥html 是不是有网页 哎 这网页里面 应该是有 呃 had had had是吧 然后这还有一个title是吧 title title 呃 取一下 取这个title 是吧 哎 你既然取title 说明你这个数据集里面是不是必须得有title这个属性啊 哎 那么取title 然后这个title 然后是body 嗯 是不是这标准的at法结构是不是 然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取一个呃 比如说取一个 student的吧 学生吧 是吧 这大家都比较熟是吧 哎 学生我们取学生学生有学号 有姓名 还有什么家庭住址是吧 哎那么好 那么我就取一下学号姓名家庭住址 呃这个怎么取啊 嗯 内宝然后这是啊 学号 然后再加上后面 呃加上学号学号应该是比如说我们取 取学号 使用这个 student.id 这应该是啊 我们数据集中的一个属性是吧 这应该是包装数据类型 这个属性还有另外一个属性叫id 是吧 这相当于是个包装 包装的pog或者是啊 这个map也行啊 这个map也行啊 一二换号 学号 呃这个是啊 姓名 住址 什么呀 哎这是id i name oddress 哎 这样我们就能取 那么好了 这是我们这个模板是吧 包装数据类型 模板是怎么写的 这是模板 好 这模板是这样 那么我们要对应这个模板是不是得是 创建一个 呃叫什么东西啊 叫叫数据集是不是啊 那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 再写一个方法 我们就在这个技术上改行吗 哎 那么这时候我们加载模板应该是加载 second 是吧 加载second ftr 然后这个里面 我们要创建一个数据集的时候 这个数据集 是不是就不用了 哎 这是啊 我们要用 呃 是不是有个title 哎 second这里面有个title 我们得写一个title 是吧 title 叫hellofremarker 这也无所谓是吧 叫这个吧 嗯 然后呢 root这里面 是不是还得添加一个student的这个样 嗯 put key 是student的 那么至于value 是不是也应该是个pug 嗯 那么我们现在有student这个pug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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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可以写一个 public class student 嗯 为什么不能用public 有什么问题 我是不是写错了是吧 不应该加 只是这地方不能加这个括号 加括号是方法是吧 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问题是吧 呃 那么这里边我们要写一个三个属性是吧 哎 private 呃 id 是吧 int id 然后是private student name private student address 三个属性吧 哎 那么这三个属性再加上get side的方法是不是就行了 是吧 那最好是来个构造方法是吧 那最好是来个构造方法是吧 public student 这里边各个方法有三个参数是吧 int id s string name string address 然后this.id就等于id是吧 this.name就等于name this.address address address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哎 这是我们创建一个内部的pico 啊 呃 那么这个内部的pico 那么我们在这儿 要添加这个属性 我们是不是得 呃 new一个student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id是1 然后name是 张三 然后address 北京 行不行 哎 这样我们就添加了一个student的这个对象 然后到这个里面 到这个数据模型中 其中这里面是不是这个student呢是包含多个属性的 是不是啊 哎 那么添加到这里面 然后生成的文件 你叫 这个这个second吗 second的点电话 这个second的是不是现在不存在 哎 那么好我们把它改造一下啊 改造成这个样子 然后你再执行 runers 哎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多了一个second的 title是hello free marker是不是在这显示 学号 以姓名张三 住址 北京 是不是取出来了 看一下原代码 是不是我们生成那个 哎 这个跟jsp有关系吗 没关系是吧 我们是基于我们这个模板 此时呢 这个ftl ftl文件 就相当于jsp 是吧 哎 他也是基于这个模板来生成的 tml 我们原来jsp呢 不也是基于jsp生成tml吗 是吧 哎 跟那差不多啊 这是啊 我们取这个对象的属性啊 包装的属性啊 包装的属性啊 是这么去啊 sodent.id啊 啊 去啊 简单数据类型 去包装数据类型 然后 这个 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吧 是吧 哎 这都很简单是吧 跟这个jsp没什么区别啊 你如果学会jsp 学这个就能玩似的 啊 那么还有一个是啊 便利啊 便利集合和数组 哎 这个是不是就我们需要掌握的是吧 因为有的时候 你需要便利一个数据集 是不是有这种需求 哎 那么我们便利看一下这个便利集合和数组 便利集合和数组 啊 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要便利集合和数组呢 首先你是不是得创建一个relist 是吧 创建一个list 然后里边有一些属性 然后再一个取list 在jsp里面是啊 你可以使用jstl 是吧 jstl是不是for each 是不是啊 哎 for each 那么在这个freemaker里面 就使用警号list 来取 警号list for each 那个里面还有一个VR 就是呃就是什么 不是有一个叫什么样子 有属性来指定一个数据集 是不是啊 哎 这里面你又可以直接写 数据集 可以二字 某一个单个循环的变量 这是不是跟我们这些写那个for each是反的 家伙里面for each 是吧 家伙里面for each前面是啊 一个每次变每次循环的那个对象是吧 哎 那么后面二字后面是数据集 这个是数据集二字对象啊 然后取的时候取这个对象的属性 然后把它取出来就可以了 是这种 这看明白了吧 哎 使用这种形式啊 那好了 那么既然是这种形式 那么我们来实现一下 首先我们这里面有个死就等的是吧 啊 我们把它便利一下 呃 就不要单个取了 我们在取一个list的吧 要便利 呃 这是 学生列表吧 网号啊 回车 然后这里面我们搞一个表格吧 呃 表格怎么起来的 table table border等于 1 嗯 table啊 这是我们这个列表 然后这个列表里面我们是不是要做循环 哎 哎 警号 list 然后这是啊 呃 student s 是不是是个列表啊 二字 s 是吧 这是你要单个循环的变量是吧 然后这里面是杠 嗯 顶号 顶号list 是吧 嗯 顶号list 然后这里面 sudent 应该是我们这个数据集中包含的key 是吧 而且它是一个数 应该是数组或者是 是列表是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在这边每一个学生取他的这个他是一行吗 tr 嗯 嗯 杠 td 行吗 td是吧 这是列 然后你在这边取某一个 s.id 这是一列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s.name s.address 是不是取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列表 然后这是多行 你有多一个就多行 然后这是 那每一个 每一列内容把它取出来 啊这个就是我们例子的 那么这是 这是我们这个取list的列表是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数据集中应该怎么弄啊 数据集中我们应该是再添加一个 arraylist是吧 list list student 然后是stu list 等于你有一个arraylist stu list.add 你有一个student的一号 name 张三儿 然后地址 北京 2 3 4 5 张三儿 2 3 4 5 北京 2 3 4 5 行不行 然后呢我们是不是把 得把这个列表添加到这个数据集里面 是吧 那么是 root.add 那么这个key应该是什么 student的s是吧 然后再加上stu list 然后把它添加进去 然后这个我们来生成一下 刷新 是不是出来了 哎 这就是我们这个列表啊 这就是啊 做循环是吧 循环很简单 list 这是啊 数据集额子某某一个循环的单个对象是吧 这是便利及格 啊 那么除了循环循环了 这个简单吧 循环循环了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 还有判断是不是 哎呀别落东西了 什么啊 便上来吧 获得当前迭代的锁眼 哎 哎这个有用吗 这个 就是在这个循环中取下标 是不是啊 哎 取下标就是相当于取当前循环的第几个了 那么这个里面我们来 我们用一下吧 这直接改模板是不是就行了 获得锁眼就不需要数据集配合 那么三个呢这里面 我们来做一个需求是啊 呃如果你是啊 这个行的下标能被二等出 就把它变成红字行不行 哎 可以是吧 变成红字啊 那么这里面你就可以 哎 先先先先先别加内了是吧 先取下标是吧 哎 TD 嗯 然后杠TD先别说EF呢 EF还没学到呢 要取下标是不是这个 是啊 S下标 下标 index 就行了 index s是不是这个 然后下标 index 取的就是下标 是吧 保存 然后再重新生成一遍 刷新 是不是这是下标 然后这是许号是吧 简单吧 取下标啊 获得当前迭代的索引 那这是啊 获得索引 然后获得索引了之后 还有一个判断是吧 哎 判断也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然后是啊 还有这个是 这个话怎么说来着 啊 就叫EF啊 判断啊 呃 在这个 母版中 呃 条件判断 判断 判断条件是不是就EF啊 哎 那么这个是啊 呃 EF就这么写啊 就直接警号EF 然后 这个咋 把它摘出来吧 就是警号EF 再加上条件啊 判断 条件 然后扣回来这边杠 警号EF 哎 那么IOS呢 没有IOS 在JSTR上EF 你看怎么写啊 啊 咱不管它怎么写了是吧 我们这里边是在这儿 上面是啊 条件满足的时候像EF是不满足的 这种是不是简单 哎 判断条件呢 当然这个使用的是呃 那个逻辑运算符与霍飞啊 这几种 等等就是等于不等 或者按的 这种是不是见的比较多了 哎 这个不太多说了啊 那么我们来写一下 啊 说一下刚才那个需求是吧 刚才那个需求 我们不是说要 呃 合行变色吗 是吧 来变一下吧 呃 那么如果判断是第一行 啊 那么应该怎么判断 警号EF 是不是判断 再加上判断条件是吧 条件是啊 呃 S下方线index 他2% 等于0 是不是能被2等除 哎 能被2等除 它应该是显示红字是不是啊 哎那红字 呃 这怎么写的 Style等于 Color Red 是吧 哎这是红字 然后是IOS呢 IOS 是不是就是普通TR呀 行不行 好啊 中程 刷新 是不是变了 来 这是隔上变色是吧 哎 这是判断条件 然后再加上这个 呃 一辅IOS等等啊 然后这是一辅 这是IOS 是吧 还有一个 日期格式化日期 哎 这个日期在我们网页 这个网页中 也有可能会用网 是不是啊 哎日期格式 那么我们看一下格式化日期 啊 首先你要格式化日期呢 这个里面 呃有根本几种默认格式 你要显示 如果你显示默认格式呢 就是问号再加上data 你说我们直接把这日期取出来行不行 那不可以是吧 能试一下是吧 按照目前我们来掌握的这个技术 我们就可以直接取一个日期行不行 啊 这比如说当前 日期 当前日期冒号再加上我们要取这个日期 $ 括号里面 data 然后再加上data cure data 以免大家认为它data是一个内部的变量是吧 这样行不行 cure data 它应该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数据 呃一个属性是不是 哎 那么我们要取这个属性 那么crcure data 我们就应该在这个里面添加一个cure data这个属性吧 route.put cure data new一个data 哎 这就是啊一个数据类型是吧 那么这时候你再运行一下 你看他是不是报错了 他没生成成功是吧 他说这个cure data呢 这里面呃 不能够转换这个data 类似于这种就是这歪流是吧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日期格式是什么 他转换不成功是吧 哎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 他会告诉你 你可以使用问号data问号time 或者问号datatime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哎 你就可以在这个fruimark里面这儿 是不是一个data 是吧 哎 问号data 哎 这回是不是没做了 刷新一下 是不是日期啊 还有什么 time time 时间吧 刷新 这就是时间 哎 就当天时间是吧 还有一个datatime是吧 data datatime 是不是时间加日期啊 哎 这是他默认的几种格式是吧 哎 当然这有的时候您说我们要想自己自定义格式呢 这是用减二分格的如果不能满足你们要求呢 哎 那就只有自定义格式了是吧 哎 自定义格式就是问号 先加上string yyyyy 杠号m 斜线吧 mm 杠 dd 然后空格 hh 冒号 mm ss 行不行 生成 也可以 刷新 是不是变了 哎 这是我们几种日期的格式化方式是吧 嗯 日期类型格式化 就这几种方式是吧 哎 啊 你把它格式化一下啊 这是有默认的格式 data和datatime和time是吧 三种啊 还有一个自定义格式 使用string 然后后面加上它的格式化自货帐是不是就行了啊 哎 根据你需要你把它格式化就行了啊 呃 这是我们这个日期类型的格式化 呃 除了这个 快完事了是吧 还有一个 空出闹的处理 闹有必要处理吗 哎 有必要处理啊 如果你闹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日期呃 比如日期了 呃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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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now 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模板里面有title吗 有 是不是有title 如果title为空 你看一下会怎么样 title为空 哦 在我们这个符号里面 title 在我们这个符号里面 title 没有这个title 如果是gsp 里面会报错吗 不会 是吧 gsp 中不会报错啊 他默认就自动就忽略了 是吧 你为空他忽略了 那么这里面他不会把它忽略掉的 你看一下 是报错了 哎 你这里面因为他没有找到这个属性 是吧 在这个ftr中 没有找到这个第三行 然后第18列 这个 呃 title 是不是没取出来 哎 没取出来 那么他就会报错了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 哎 你得需要处理吧 哎 处理一下我们看一下怎么处理呢 这很好解决是吧 哎 我们可以往这里面解决办法 你只需要后面加个碳号就行了 碳号呢 碳号目的是什么 碳号后面是根子是默认值 如果你啊 加个碳号后面是空缩 没有默认值 是不是有默认是空缩啊 哎 他就默认是空缩 如果你想给个默认值 你后面 这块的时候你给个值就行了 啊 看一下这个里面 no 哪去了啊 在模板中是吧 模板中这里面 title 加上一个碳号 哎 虽然报错你甭理的是吧 哎 哎 没问题吧 这时候你再刷新 你看 title中是不是没内容啊 title是不是空的 哎 那么这时候有的是你说我在想给他一个默认值 然后碳号后面你再加上一个 这是啊 title的默认值 然后你再执行一下 然后你再执行一下 刷新 是不是有了 哎 同样在这你刷新一下 是不是出来了 哎 就是啊 这种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处理文号是吧 拆头的默认值 处理空值 处理闹值 哎 哎 好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 设置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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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议 然后还有一种是吧 啊 来再再学一种吧 我这里面还没写呢 没写 呃 那么这里面有的时候你要判断这个日期的时候 如果日期为空怎么办 那这时候问题就大了是吧 日期为空我们要把日期还要格式化的 是不是啊 你说我在后面加上一个碳号问号行不行 哪那么多乱七八糟的问题是吧 这不行是吧 哎 那么不能加一个碳号问号啊 它是不支持的 那么这个问号后面是必须得带这个格式化 这是必须得有的是吧 哎 那么你如果他为空那后面格式化更无从谈起了 那怎么办呢 你就需要加上使用 使用判断了是吧 判断 不等于空啊 这么写啊 是这么写啊 是这么写吗 来我看一下是吧 哎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效果是吧 你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判断一下CUR2 data 就是取这个data 它不等于空 然后我们显示这个日期 等于空是不是就忽略了 哎 好那么我们来试一下走 哎 是不是报错了 他是不是不认识 第25号 是不是这个CUR2 data 不能这么写是吧 那咋写呢 你看这里面有个提示是吧 你看啊 呃 这种 你可以使用这种形式 这个是不是一个值啊 后面加上两个问号 是不是就行了 哎 这他就是判断他 是不是有一空是吧 然后加上两个问号 你看一下他这个提示 如果两个这个是啊 WIN 满足的时候 然后这个是啊 measing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啊 问号就是代表处吧 哎如果这个值存在的时候 就显示这个 IOS就 不存在的时候 是吧 哎 这里面有提示啊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问号 呃 满足的时候 就显示这个 满足显示这个 不满足 你再加个IOS 是不是也行啊 IOS 你要是啊 CUR Data属性为空 行不行啊 行不行啊 正常 哎 这块没错吧 是不是有值啊 哎 有值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没值的情况 然后就是啊 把这个Data你把它注视掉 是不是没有了 没有了 你再执行 是不是没有啊 哎这没有的事啊 用这个啊 这是第三种方式吧 三种方式 呃 哪些了 嗯 嗯 就是这个使用这个 这个这个值 再加上文汉文号 这种形式吧 哎 我们这个这个我也改一下 加一个 这个三种 其实我感觉感觉他提示的这挺好是吧 啊 这是啊 这种形式如果是满足 满足呃 变量存在 变量不为空 属性不为空 属性不为空 IOS 这个是属性为空 是不是这种形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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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我们是控制判断 已经处理完了 还有一个是啊 include include 是吧 include 这个是啊 有的时候这个页面会包含其他的页面 是不是有这种需求 哎 那么这个include 你就引入其他的 注意啊 这个我们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是啊 他一般的操线名叫ftl 但是这个并不是必须的 你可以叫任意操线名都没关系 啊 任意操线名都没关系 你只要能把这个文件取到就行啊 那么我们一般的时候默认默认是ftl啊 当然这不是必须的啊 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first的引入进来吧 import 然后在这儿 include 是什么写吧 简号include 再加上 问号 include 是fr first.ftl 那么这里面有什么内容 是不是就有个哈喽啊 就有个哈喽 那么这时候引入了这个 他既然有哈喽 你是不是得数据集中得包含哈喽 哎 那么那么数据集中得包含哈喽 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弄 在我们这里面 你还得加上哈喽 root.put 哈喽 下面那个不是哈喽是不是 你得有一个哈喽的这个属性才行 是不是 哎 这是 这是 first first中的 哈喽 好 引入进来之后生成 来那么我们再刷新一下 是不是多了一个 哎 first中哈喽啊 这就是include是吧 这就是include是吧 这也很简单是吧 是还有一个include的 那么这个讲完了之后 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 这个模板基本上就会用了吧 最常用的这种方式是不是都涵盖了 是吧 你把那循环了 判断了 啊 什么取下标了是吧 哎 去去去这个属性的值了 是不是都会了 哎 基本上你这时候你在创写一个模板就没问题了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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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